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要转型成功后 不知李一峰能否凭此日转型成功 为大家带来惊喜 早已不是顶级流量 人气大不如前 李一峰靠转型颁回一局 虽然在初当后 李一峰一直被定位为流量小鲜肉 然而如今 明灵后小鲜肉比比皆是 对比之下 八五后李一峰已经没有了任何优势 早已不是顶级流量 人气大不如前 早前 他曾凭借《古剑奇谈》中 百里图素衣角色爆红 随后又主演了《青云志》《国色生香》 盗墓笔记更众多优秀作品 然而近几年来 李一峰的资源却大不如前 基本没有什么作品 热度也不如从前 作为明星而言 演技是维持自身 持续发展的力气 而流量 交气更迭 终究有一天会被人取代 如今七月来有李线 八月来有肖战人气颇高 而昔日的四大流量李一峰 杨阳 陆寒 吴亦呆 在热度上早已不能与之相媲美 因此在他们身上提到最多的 只有两个字 转型 杨阳曾试图凭借全职高手转型 可惜被同时段播出的亲爱的热爱的完全碾压 并未兴起太大水花 而近来又拍摄了军旅题材的电视剧《特战荣耀》 这部剧中杨阳从小先手成功向硬汉转型 而陆寒的人气也大不如前 凭分跑把兄弟圈粉的他 一度成完综艺他 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 前部九竹演的《杀害堡垒》也一度被人吐槽 这行之路并不是很顺利 不断有些人崛起 而他们也早已不适合流量的地位 然而又因为缺少作品 并不能称之为演技派 如此一来 这些过气的流量明星就如中年 女影员一般 也在面临着事业危机 杨阳主演军旅题材 向硬汉转型获得一中好评 此次李一峰也同样主演军旅题材 不知能否如杨阳一般 顺利转型成功 其实 在新日四大流量中 李一峰属于最有点见的那一个 无意感应不注重身材管理 如今身材臃肿 样貌不如从前 陆寒游走于个大综艺 靠综艺吸粉 如今主演的每一副作品收拾口碑都不是十分可观 显然已经成为一个综艺吧 杨阳转型意图过于明显 热衷于大制作 明明看偶像只是她最佳的选择 却偏偏要硬搂硬汉造型 未免有些操之过急 与之相比 李一峰则略胜一筹 此前在接受采访时 李一峰曾表示 每个学期都会有不同的标签 无论自己的标签是什么 都不会影响自己即将去拍摄的东西 至于这是不是转型 李一峰表示 大家认为是转型 那便是转型 大家认为不是转型 那便不是转型 于自己而言 转型不转型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便是将新句号手机为拍好 短暂沉默只为叙事待发 作品再经不再多 李一峰能否迎来新契机 此外 李一峰表示 大家只要能够记录自己拍摄的两三个作品 就已经很棒了 的确 作品再经而不再多 只要能够留下几部经典作品便已足够 对此 李一峰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 向你想中的目标前进 靠手就类也并非李一峰的一个转型 从主演《枝子花开》 怦然行动 被吐槽悟心意后 李一峰先是凭借麻雀 迎来人生转折 又精心花费八个月推掉所有工作 拍摄动物世界迎来真正的高口碑 由此可见 好手就为并不能算得上是李一峰的转型 从《麻雀号》 李一峰的每一部作品 都是从小鲜肉到实力派演员化尽 虽然近些年作品算不上多 但却是精益求精 付出了大量精力 力求 高口碑 她深知 质量比流量更加重要 对于转型 她早有准备 一切是付出行动 试图呈现出令观众满意的作品 短暂的事业低谷只为叙事待发 李一峰永远不存在阔气 而是一直为成为实力派演员做准备 如今除了好手就为以外 李一峰还有两部剧带播 分别是隐秘而伟大 《我在北京等你》 字缘颇生 可见李一峰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 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 只为有一天能够彻底抛开流量定位 不知李一峰在这几部中的表现如何 在这部剧开播以后 李一峰能否从小鲜肉成功竞技来实力派演员